大家好,我們來到把火的星座有問題 我是Marxerman 我是Elma 還有我們有請了神婆辦公室Celia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講最容易叫人上的星座 我們現在來第五位,好嗎? 好,我覺得第五位是天秤座的 我覺得天秤座經常都會真的喜歡玩曖昧的高手 是,一定喊打,遇過 就是去到喜歡玩曖昧 我說玩的時候好像很壞 但是真的不是很認真 就是他們的心不是很喜歡你 但是很喜歡曖昧的氛圍和氣氛 是 你想想,經常都發放曖昧的信息給別人 那你叫人唱歌的時候 別人真的覺得這個人對我有興趣 是不是? 我才會演出他 我給你一些東西 給你一些東西 還有,通常天秤座就算是男生 男生通常都是溫文二雅 很紳士的 我想大部分 很多女生都會很受這一套的 是的,沒所回答的了 但是女生呢 如果女生在天秤座 就是她又不是紳士那種的 她是覺得一個人是社交高手 還有到處都是朋友 通常人質關係好的人 通常都很容易受歡迎的了 加上她們很喜歡玩一些曖昧的關係 嗯 很容易 叫一下叫後就叫她回來 第四位呢 我覺得是白養座的 沒有白養座 有沒有白養座 有沒有對手呢?試過 這個就少了 其實連我的經驗也太少了 這樣來講 但是我的朋友也有 哦 就是朋友等於自己的那些 不是不是 他 通常都是朋友的朋友 不是的 我覺得是有個朋友去白養座的 嗯 他出機也很厲害的 是 而他也有叫長腳的經驗 而他也不是百發百中 是 但是他也來得 是不是因為他夠感作感恨 他一衝就走呢? 想那麼多幹什麼? 先追 不是,sorry 是叫了先 不叫不知身體好嘛 或者我覺得白養座 他有一個目標為本 那麼他的目標就是 我要去有一個目標 譬如某個人的男朋友 那我很想 真的很想得到他 不是很理性的眼光的 你明白嗎? 嗯 我理不理 我又要叫你 是啊 不是什麼啊? 我就說我脫衣 自己脫衣 我不在乎 哦 Citya 我想問一件事 就是譬如你剛才 就是我們上次一集 白養座叫購聰的 這個購聰的星座 他會不會勾勾一下 譬如叫他三個月 他叫不得動呢? 他就打算放棄了 是啊 我就想說那個持久力不夠了 你說他是性能力 還是追追性伴侶的能力呢? 不是不是 追求的放 追求這方面 最難的就是追女孩子 就是他可能開頭呢 哇 就是那個龜波氣功 衝擊 但是不持久 短的事情來的 時間上 只是幾秒而已 沒有了 做好事 我沒試過白養 不好意思 我們不想太知太多 就是 但是 Cilia 有試過嗎? 不是 我沒有試過 真的沒有試過跟白養座拍拖 但是他有沒有試過是接觸 不過我老公就是月亮白養 是啊 就是不是所有白養座都是這樣 我們不是所有的 一傳一傳人而已 都是大頭盔 要看看你其他星 可能你金星火星都是金牛座 其實可能你會很持久的 是 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 你一定是找Cilia 是不是? 再說 我們現在去到第三位 第三位 我覺得是獅子座 哦 好 我又要等大師說 因為其實獅子座我有點感受 有一點感受 你很少經歷的 朋友說的 我以為這樣 因為我覺得獅子座在中間 就是第三位 始終網上有名 是因為 他的武性心很強 哦 如果他 要得到這個 是的 得到是最重要的 那時候他們很喜歡給別人喜歡的感覺 但他未必是喜歡你 你明不明白我的分別嗎? 我會去問一個問題 他喜歡什麼? 譬如他想被愛 嗯 然後他是不是因為需要被愛這個感覺 現在他要出擊 令你愛我呢? 是的 哎呀,你是不是試過啊? 嗯 我沒什麼經驗 還是朋友試過 我也沒什麼經驗 是不是這個感受? 是的 他們很喜歡追追一下 他會很想拋回我的球給你 我很有吸引力 你追我吧 你追我吧 嗯 他就停在那裡了 又停在那裡 是的 持久力也不太好 因為他喜歡給別人喜歡自己 所以其實他一開始應該是出力的 出力 你愛我先 或者崇拜他 一感覺到你愛我 哇,你死活 因為他已經在獅子的手上了 是的 就是他已經擒著你 走不出去就玩他了 你也走不掉了 你就肯定離開了 就這樣吧 就像八樣是不是很像? 很像啊 逢走火盡星座的人 都是一些 我覺得在感情關係上不是太過 都是主意的 就是不是太過持久的人 或者他得到那種獵物 他就會覺得 不要玩了 是的 其實你想像一下飛了森林的獅子 你那個獅子公 很多獅子拿 地盤霸回來 很多老婆 嗯 那就擺到門了 他就會 享受那個優越感 到很多人 很爛的 開始變得很爛 獅子做的男人很爛 好,那來到呢 我開始很緊張 我們講第二位了 還沒到你 我的手 震了手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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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玩健康球 剛才我就說你一定有榜翠陽平 所以現在只剩第二和第一 不會是我的 是不是不會是第一位 是的 幸好而已 第二位也好一點 差不多 我覺得第二位是雙魚載 哎呀 為什麼 為什麼 我真的很想聽聽你說 Celia 現在很緊張 因為我汗都流了 汗都流了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雙魚載 是一個大家忽略的對手和星座 經常都會覺得他們沒什麼所謂 是 不要緊要 很好人 什麼就拜托他做 又很熱心幫人 是不是這樣 是 我覺得是 在熱心這一部分 是 是的 我們沒有機心 但是你不要忘記雙魚載寫 我覺得繼天秤之後 最主要玩我每天雙魚載 是 是 是 我很想去認同 因為他是大師 我的職責 我是要認同他的 但是到了這一刻 我又很難去認同 我繼續聽你說 因為我太緊張了 是 很熱 已經流汗了 是 因為我覺得雙魚載 其實他們的心裡面 是很細心和體貼 很多時候 他們好像情緒類 但是你會很快 解釋到別人 今天上班 譬如看到一屆的同事 哇 黑了臉 你已經立刻 知道什麼了 不要搞他了 是的 反過來 你們自己的情緒化也很重要 是不是 我覺得 譬如我現在在說 因為我是最好的想如座 什麼想如座來說 那個感覺 就好像剛剛你這麼說 我們真的是情緒類格 我們可以感受一下 你好像有些情緒上的問題 我們當然是兩樣最簡單 要麼就去哄他 要麼就完全 如果那個人是不被哄的 他要冷靜的 我們會給他一個最好空間 游他去 好像熬魚 是我們先游開 但是我們始終會回來的 這個不是我馬生命說的 是雙元祖說的 那就是 追女生 最好怎麼追呢 是什麼呢 就是叫他唱腳 就是怎樣 什麼六層來的 不要追女生是單身 追女生有男朋友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對著男朋友 要麼就對著你 他不會有一百個人追他的 我的對手一定只有一個 如果她是單身的話 我可能有100個對手 是的 我們目標為伴 叫長腳 一定要這樣叫 不是我說的 不是Mark Sunman 說的 相信我 如果叫我的話 你可以找Jimmy 因為她是我的經理人 OK 這裡有把握 你可以找我的 第二位差不多 我們笑完雙魚座了沒有 這麼能手 如果雙魚座到第二位 都這麼能力叫得下 第一位應該是很強的 我覺得是很強的 很期待 知道誰嗎? 你們覺得是誰嗎? 我不想猜了 我怕得罪人 常常都說這個星座 你是怎麼說呢? 很聰明、口花花的 很多話說的 很厲害的白口 又變化無常 雙面人 雙子座? 對 雙子座 雙子座 如果她要拿第一位 真的當之無愧 真的 是不是試過呢? 口花花 我們不是看朋友 你說一下 雙子座 是不是試過有男生做什麼? 有認識的雙子座 口花花 很多變化 很喜歡玩 但是沒試過是她叫人 我沒見過她叫人長腳的 但是她的性格我遇過 沒有叫過 不要拿出來說嘛 你一會兒在那裡 那裡自己說嘛 我哪像你啊 這麼多朋友啊 是啊,很多朋友的 不過我覺得你可能知道 那個雙子座的 就是未必是你朋友 那個特性就知道她是什麼人 就是不是叫長腳 但是我認為如果她要立心叫 其實很容易 她用什麼招數呢? 對,很簡單而已 有時候追男子追女子 大家明白 我不明白的 因為我很難啊 這件事情 我很少做這些事情 我知道 但是你也是第二位的 但是好了 不要大力了 因為第一位 其實真的要叫長腳 我想大部分人 很多時候甜而物語真的會中壓 是吧? 就是講甜而物語很厲害的 所以這座一定是高手 是 你要什麼我就告訴你 是不是? 你喜歡讚美什麼我就敢讚美什麼 其實我真的覺得 追求對象 是那個時候拿口也很好 好了,來到今集時間又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多謝Celia來到我們這裡了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 留言、留言、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把貨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非常多謝觀眾 你每一個like、每一個feel 訂閱對我們 我們都很重要 最後就記得 留言、讚、訂閱、分享 記得按我們的小鐘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like、subscribe、share 還有按那個小鐘 希望多些人訂閱 還有看我的頻道 多些like我們的影片 share我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影片 我多謝大家 多謝你